赢在中国,颠覆2014O2O高峰论坛,趋势竞赛掌握。 张波,上海一马战略合作部总经,O2O Park自组织创始人。 他在O2O领域摸索7年,是HomeO2O的开创者和实践者。 2013年,他推出国内首部O2O制作,O2O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革命,引发全民O2O学习热潮。 他坚信在移动互联时代,O2O势必掀起新一轮商业浪潮。 今天过来讲的主题是手机二维码,O2O的入口和出口。 那我首先讲一下什么时候头,因为刚刚很多的嘉宾都感悟了一下。 那实际上我的书上也提到了,在online或者offline之间,实际上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200年以来,我们的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商业不对称,造成的这种商业模式被打破了。 因为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 主要的问题呢,是因为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快速地在线上和线下进行互动了。 所以说很多企业开始这两年拥抱O2O,或者实践O2O,主要的问题是说我在网上开个店,或者我在线下再开个店。 实际上这个不是O2OO,O2O的核心是在于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原来站在自己的角度,其实是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从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他在线上线下互动的话,其实对他来讲,他的消费体验是最符合自然的。 我们现在不讲线上的流量,因为流量被碎掉了。 那么我们也不讲线下的那些很害怕的那些被颠覆者。 实际上我们来反思一下,线上的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快。 线下讲究的是什么?是真。 快的东西是冲击性很强的东西,而真的东西是内含性很强的东西。 线上的互联网企业就是冲击性很强,而内含性不足。 线下的那些实体店也好,传统的企业也好,是冲击性不足,内含性很强的企业。 所以说呢,我认为O2O是冲击性和内含性高度平衡的一个这样一个产业。 所以说我认为呢,对于消费者来讲,他在消费的营销中,交易中和消费体验中, 实时地感受到触点,感受到触发行为。 我们把触点称为前情,把触发以后所产生的一些交易也好,营销也好, 才能成为后情。 那么前情是什么呢?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关注的一些自然的东西,就是符合我的人性的下意识的东西。 而后情关注什么呢? 参加活动以后的惊喜,然后惊奇,感动,感恩等等的精神的共鸣。 所以说我认为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他今天去看长电影,或者说是喝杯咖啡,或者说是买件衣服, 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的轨迹的行为。 我们原来不管是线上企业,还是线下企业, 老是在讲这些渠道也好,或者说合作也好, 他们都关注的是一个单渠道的引流。 所以我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最核心的O2O不是在单渠道引流的方向上, 而是在多渠道抱团引流的,合作引流的方向上。 那么我认为的O2O就是线上是什么? 虚拟的数字世界,线下是什么呢? 是现实的物理世界。 所以说呢,O2O的本质其实很简单, 就是虚实互动的新型的商业模式。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我认为渠道被碎片掉了, 企业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构建您的个性化的商品, 利用你线下所有的一些资源来实现精准互动的一些社会化营销。 这是O2O的本质。 那么在这中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互动两个字。 现在大家都看到互动技术非常发达, 有语音也好, 大家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二维码的拍摄也好, 或者谷歌眼镜也好, 等等这一些。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手机二维码, 也是一种O2O的互动技术。 这一点是今天比较要讲清楚的。 那实际上很多人跟我讲说, 手机外面有多少应用, 有些专家告诉我60种, 有些专家告诉我20种。 实际上在我眼里就两种, 一个叫手机二维码的标签业务。 什么意思呢? 你的二维码在外面, 你用手机去拍,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线下的流量往线上引。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线上的流量很贵, 理论上来讲线下的流量是无穷的。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用标签这种方式, 就是把线下的流量往线上引。 那么这种方式呢, 市场上把它称为手机二维码的主毒类业务。 因为你的二维码在外面, 手机去主动识别的。 那么还有一种二维码, 我们称之为二维码的被毒类业务。 就是我们在05年创业的时候, 把二维码发到了手机屏幕上, 被其他设备识别。 实际上当时根本不是为了去引流的, 是因为线上的那些订单, 跑到线下去, 需要纸质的东西, 或者需要送货, 或者是怎么样。 那怎么办呢? 只能把二维码发到它的手机上, 让它去线下被其他的设备识别。 实际上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线上的营销订单到线下去核销的问题。 那么当时我们创业以后, 用了这种二维码进入手机屏幕以后呢, 市场上把它认为叫手机二维码的被毒业务。 那实际上问题在哪里呢? 实际上主毒也好, 被毒也好, 现在的界线被模糊化了。 我记得王老师上次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个说, 他总有在自己的手机上用这个二维码照片, 自己能识别了, 用云识别能识别了, 那这种实际上是标签在自己的云识别方式来识别了。 那实际上现在的凭证也是存在着问题, 就是凭证它手机二维码的那个凭证放在自己的屏幕上, 被其他的手机识别了。 所以说主毒和被毒这样的一个业务形态, 已经是不能来说明这个二维码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坚持地认为说, 有两个应用, 一个叫手机二维码的标签, 一个叫手机二维码的凭证。 那么标签是OTO的入口, 从线下跑到线上去的, 而凭证是什么呢? 是从线上跑到线下去的出口, 就是核销你的并单凭证的。 标签, 它首先是基于手机的, 自由生成的, 快速能上网, 用户触发, 然后呢场景碎片。 为什么二维码被很多企业用起来呢? 是因为你用前面其他的互动技术, 它都是先要跑到巨头的那个大数据下去判断, 这是一个什么商品, 什么样的一个业务场景, 然后再跑到您所给的这一个营销内容上, 或者是交易内容上。 只有二维码是最炒根最自由的, 我自己的世界, 我做主, 这是互联网的特点, 炒根和自由。 我自己在我家的门口, 我的厨仓上, 我的名片上, 我的这个商品上, 放上二维码, 我在后台, 我自己用htmo5页面, 或者是一个什么页面, 我把它放好, 没有巨头。 这就是二维码标签最大的用处, 哪怕未来技术再发达, 这样一个自由和炒根的东西, 永远我认为是在很多的企业中会用起来。 那凭证是什么呢? 凭证首先, 它不是个业务, 很多人讲O2的时候先讲业务, 说我有个团购, 我有个支付, 我有一个APP, 现在很多人讲我现在有会员体系了, 线上的企业永远给你一个聚焦的一个业务, 来告诉你O2, 而线下的企业呢, 它永远去看全渠道, 说我的商品数字化, 完了以后呢, 上面的渠道碎掉了, 我去全渠道, 所以说呢, 不管是讲业务, 还是讲商品, 本质来讲, 您都站在我持的角度, 只有凭证是没有在业务产生以前, 它已经出现了, 就是一张白纸, 那么基于手机的数据接收, 标准的, 又是安全的, 快速识别, 又能形成O2的数据闭环, 业务多样行李, 今天这个奥维码凭证是一个提货券, 它就是个提货券, 今天是一个储值卡, 它就是一个储值卡, 今天是一个这个团购商品, 它就是一个团购商品, 所以说对于手机奥维码凭证来讲, 它关心的是什么呢, 平等, 业务和业务之间是平等的, 线上和线下是平等的, 内容和渠道又是平等的, 还有它的多样性, 你不能说我在信用卡这样一个支付情况下, 再去做一个团购的凭证, 那你这个就已经不平等了, 所以说手机奥维码凭证, 实际上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符合了互联网的平等和多样的特点, 去年的10月份, 我们做了一下数据统计, 手机奥维码的生成处, 前年的10月份是1300万, 到去年的10月份是生成到6500万, 年增长4倍, 但扫描就是奥维码的识别, 或者不管去线下验证也好, 或者您看到一个奥维码去识别也好, 是从610万次一直冲到了1亿多次, 就年扫描量增长了17倍, 增长在哪里, 不是在彭证上, 而是在标签上, 恰恰念证了我刚才那个说法, 不要去关心那些巨头, 互联网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 你自己的渠道你做主, 他们就做起来了, 那么手机奥维码对于O2O的渠道, 关心的是营销, 营销往销售方向去引流, 引流完了以后要做成这个核销, 就是我们去做内容体验, 那么奥维码在标签路口, 可以从线下跑到线上去引流, 然后出口是你在核销的过程中可以在线下去核销你的凭证,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是上面是什么公司, 麦当劳, 麦当劳他把他的商品数字化, 他的汉堡, 他的卖咖啡, 他的鸡腿, 然后数字化以后放到了网上, 多渠道去卖, 那么哪些渠道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天猫有渠道, 在组移动的积分商城, 在各个银行的积分或者电商, 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招行的那个信用卡, 九个积分可以换个麦当劳, 那么这种卖法他们称之为other payments, other payments跟这个区别对应的区别的叫现场, 现场门店的交易, 那么other payments现在占他的10%的销量, 我们都知道麦当劳中国是1800家店, 将近110亿的销售额, 这样的一个other payments占了将近10亿的规模,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完全可以通过多渠道, 全渠道的方式把他的商品卖出去, 不管卖出什么样的商品, 他都会收到一个凭证, 而这个凭证在我们的体系上验证完以后, 提供给消费者, 那么这种凭证我们称之为Oto的闭环, 很多人讲Oto的最终目标是闭环, Oto的闭环, 实际上那个是不对的, Oto避环只是Oto的起步阶段, 真正要做一个Oto, 实际上我认为你是要化整为零的一个自组织方式, 就是让你的员工, 你的顾客快速地自己创建营销活动, 选择营销品, 然后发布到不同的营销的交易大厅里面去, 比如说B2B的交易大厅, 或者B2C的交易大厅, 也可以发布到不同的推广的渠道上, 比如说微信也好, 二维码的渠道也好, 或者是微博也好, 或者您的QQ空间, 然后呢, 积累粉丝, 最后在营销活动, 营销品和营销的渠道上, 进行匹配的数据分析,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自组织方式下的, 化整为零的, 让一线听到炮火的人来指挥欧投的一场战争的方式, 我把它定义为叫奥维码欧投全渠道营销, 当欧投的渠道被碎片掉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些, 这些渠道是谁的, 是你员工的, 是你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员工的, 也是你企业自己的, 比如说您的桌子, 您的储仓海报, 您的名片, 您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营销渠道, 去实现对你营销活动的一次这样的一次推广, 当渠道被碎片掉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手机奥维码的标签转变成一个思维, 就是说不要把手机奥维码的标签看成这个营销内容, 很多人以前讲这个海报上很大, 这个图片很多, 所以说字不够, 字不够什么呢, 放在奥维码上, 你一拍, 完了以后, 字多了, 然后到线上去介绍这么多, 实际上你一定要去改变这个思维, 不要把它看成营销内容, 一定要把它看成营销渠道, 您的名片, 今天发出去, 您的奥维码会不会变呢, 您不会变, 明片上的这个奥维码, 明天榜的那个营销活动, 发生变化了, 后天榜的这个营销活动, 发生变化了, 这样的奥维码是标签, 才是您的营销渠道, 那么如果你这样去思考问题, 您的渠道您做主, 你不要以为欧托线上那些流量, 它们是旧事主, 它们是你的吸血鬼, 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它自己找渠道, 不是我们讲叫营销推广渠道上, 400个这样的一个商户, 选了4100个渠道, 其中每个商户都用了微信的公共账号, 它的访问量的确最大, 但是它的转换率很低很低, 低到1%都不到, 恰恰它在自己包装壳上, 自己的很多地方上放的那个二维码标签, 它的这个访问量18%, 但是它的这个转换率能够达到34.88%, 为什么? 因为欧托欧它是一个用户体验感很强的一些业务活动, 业务的一种方式, 那么离场景约定转换率越高, 二维码离场景最近, 大家可能看过我第一本书, 没看过我第二本书吗? 其实我第二本书上有一个后列口, 下面有一个二维码, 那个叫iPad二维码标签, 您如果拍码以后呢, 您可以抽奖, 拿到我第一本书, 拿完抽奖以后, 会发一个二维码评证到你的手机上, 然后您拿着这个二维码评证呢, 不要去现场, 您直接通过微博的私信, 发到我们公司那个小编, 发给他, 他会拿出他的验证方式, 去验证这个码是真还是假, 然后呢, 他会给你寄过来, 是我的签名书,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应用, 什么是渠道, 什么是内容, 书是本来在我们眼里, 它就是个内容, 现在它已经是个渠道了, 当内容和渠道融合的时候, 手机二维码就让你, 实现了欧投的出口和入口, 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奥维码太丑, 太丑了, 黑白两色, 这个奥维码泡不漂亮, 这是我们的旺财, 就是我们一马旺财, 我们选的那个叫中华田园犬, 中华田园犬有两千年的历史, 就是被称为中国的土狗, 很多人看不起它, 但是我相信, 就像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互联网的平等, 多样草根和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环境, 一定能够重新的焕发它的新春。